观众朋友们晚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时事评论员罗旺哲 台风天音导家平安 立委王宏威 翟轩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来 平安 好 立刻关注一下 这个台米席台 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放了台风价 那现在目前呢 这个豪雨 雨量已经破千毫米 而且大概预估今天晚上的话 应该是可以解除路径 包含像是天气风险的粉砖 他说其实不到半天时间 特别在高平这些地区 已经下了800毫米的雨 加上昨天晚上也超过了1300毫米 而开米的三大特征 这名点就讲说 就像是莫拉克台风 那造成了中南部的大暴雨 因为它这个环流 这样子好像直接往中南部这样灌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 反倒是这一个高雄台南 就南台湾的雨是更加的明显 那讲到莫拉克台风 大家都想到那个巴巴风灾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那其实就是中心弱外围强 而且这个外围跟这个季风符合 就更强造成了这样子 西南季风跟这个外壁环流 等于说汇合在一起 带来了非常强烈的雨势 2009年莫拉克台风来袭的时候 西南季风就这个发狂灌水 当时中南部也降下了破纪录的豪雨 酿成了681人死亡 当时整个小林村是整个灭村 这个土石流把整个村给灭过去了 那这也是台湾气象史上 伤亡最惨重的一个台风 那其实整体的农业损失超过200亿元 而台风这个名字莫拉克 其实也就直接被除名了 因为造成太严重的灾情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台风又带来非常强烈的雨势 在南台湾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真的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 就是高雄几乎就已经泡在水里头了 甚至人家说什么爱河的水都漫了出来 恐怖的好雨带猛炸 这个陈其漫讲说 现在已经接到200件的灾情 那像是高雄一栋新建大楼的地下道 已经被大水整个灌进去 像是瀑布急流一般 那住户很担心爱车被淹没 竟然还用肉身这样组成了人墙 来阻挡大水 现在变成得要自己想办法来 赶紧抵挡这个灾情 然后我们也看高雄的左营区 有住户今天上午的时候 往窗外一看 发现所有的道路全部都被淹没了 已经变成了黄色的 这样子好像像这个黄河一般的这种景象 触目惊心 还有另外在这个田辽区 这些这个社区里头 也有一些房子被淹到有半层楼之高 车子也通通都泡在水里面 那居民就讲说很像在水上行舟 河神来光顾一般 那另外还有知名的风景区 越世界也变成了水世界 真的所有的这个道路也好 社区也好 就连它这个知名的超商 这个越世界大家都会去到的 这个7-11超商 周围也全部都被水给围困了 就像是孤岛一般 这非常严重的这样子积水情形 那的确这样造成了高雄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还有高雄的富人被露树给压死 那这恐怕这跟这个人行道改善工程有关 这个树的断根也有关系 这个凤山一处的这个露树倒塌 不幸压死了这64岁的富人 网友就质疑 这是不是露树修剪的问题造成的 那我们来看呢 他这个森林城市协会的理事长庄杰润 他就讲说 这个遭压的地点人行道去年才铺完 恐怕是说在做这个人行道 重新刨铺的过程 将这个树木断根 所以他的这个抓地力不够 才会这样子风一吹 这个抓地力不够就应声倒塌 而造成了这一起不幸的事故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次南台湾 当然我们非常不乐见这个灾情 只是说好像每次 这个如果说专家都已经预警 很像是过去会有这样子 强烈的与世侵袭南台湾化 那我们的大家长们 到底有没有做好相对应的准备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谢金河 难道民进党的国师比起高雄人 更了解高雄吗 他还说大南方崛起 现在工人都被高雄舰上抢走了 甚至股价还跑赢了台积电 他说就是因为陈其脉非常努力招商 所以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事营造业的人就告诉他 台北的工人通通都被高雄的舰上抢走了 甚至高雄的房地产股价通通都跑赢了台积电 感觉好像在什么 爆名牌的那种感觉 那可是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绿营的议员说看不下去 高雄火车站商圈没落 还有人讲说这个过去逛新倔江 很繁荣 可是现在是冷冷清清的 好像停留在2022年 在地的人看到的景象 怎么跟谢金河感受到的那么差异这么大 所以人家讲说原来高雄人还没有谢金河了解高雄吗 那再来我们看这一次台股休市两天也难逃暴跌 台积电他现在目前的ADR是摔了大概6% 那谢金河也讲说如果开盘的话至少会跌600点 他说台股高挂免战牌 然后还觉得很庆幸 今天如果开盘是凶多吉少 至少要跌600点以上 那亮哥就忍不住吐槽 他说这个部分个人跟企业在台风期间 可能是需要资金周转或提款 但是银行却放假 没有办法提供服务 我们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却没有办法及时处理订单 估计这放一次台风价 一天可能就要损失200亿 两天要直接蒸发400亿 这真的会出事 不要开玩笑 可是我们的国师倒是讲说 我们放了两天价 这个台股台积电没有跌 没有跌 这个眼睛蒙起来 耳朵遮起来就没有看到 这个发生的问题跟危机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洪威姐 洪威姐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国市谢金河说 因为高雄市的房地产 欣欣向荣 所以工人都被高雄市的 这些建商通墙去了 没有错 最近这几年高雄市的房价 确实涨得非常非常多 不能不佩服 我觉得陈其邁还蛮会炒房价的 所以今年第一期 它就涨了大概三成之多 这几年也是高雄市的房价 一直节节升高 所以也有很多的 高雄市的中产阶级 还有高雄市的年轻人 觉得要买房子更困难了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生意 事实上是越来越多的 至于就是说今天高雄市 淹水 我看起来好像很多区域 包含甚至他们的豪宅区 都在淹水 所以可以说灾情非常非常惨重 当然我们对于不管是受灾的民众 或者是在第一线救灾的 我们都应该治上这个致意 因为非常非常辛苦 那可能今天这样的淹水下去 我想明天 虽然我预计应该是各县市 都可以恢复正常上班上学 但是高雄市这些受灾区 恐怕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那高雄市政府可能会有一些 特别的一个办法 那至于就是说 这些淹水 当然第一 这一次是 它的降雨量非常多 那么以台北市来讲的话 就台北市 我们的下水道 台北市下水道的这个覆盖率 已经是全台最高了 大概99%了 可是呢 我们的这个食雨量 大概如果超过78.8 就超过79毫米的话 其实也非常容易致灾 那当然其他城市我不晓 我觉得其他城市 大概只有比台北更少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这两天又是涨潮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就是 这个河水都会这个溃体 那造成这样的一个大淹水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才看到一个就是 这个新建大楼 大家用人强的方式 大家在那边怕那个水下去 把自己当沙包 这个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一般不会这样做 像台北 我们现在以前是 这个就是鼓励大家 做这个防水家 现在台北市会补助你做防水家 而且希望你来做 就是你先做好 如果真的有台风来袭 或者是有豪大雨来袭的时候 赶快有防水家 或者是在这个台风来之前 其实当时我们跟里长都会联络 哪些定点 它会有沙包的定点 也就是如果今天发生 这个雨雀下的比较大的话 那大家非常快速的 可以去取得沙包 赶快把你的这个建筑物前面 或者你这个停车场 前面赶快堆沙包 那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是人变成沙包 站在那边 那是很奇怪 就是说我不晓得高雄市政府 有没有像台北市做这样的 也就是说定点的 有些沙包的放置地点 而且让里长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还是说他们宣传的是不够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高雄因为在前瞻 过去大家讲前瞻预算的分配的时候 就有提到在前瞻到二期为止 高雄市一共拿到超过1200亿的 这个前瞻的补助 那么相对台北市只拿到184亿 当时就说怎么会这样的大小眼 是因为你的县市 如果是绿营执政 然后前瞻就领的特别多吗 然后台北市就拿特别少吗 而且大家记不记得 台北市的治水预算 在前瞻里面拿到多少钱 0元 但是当中央说 那是你台北市没有申请 可是以高雄的话 在去年大家记不记得 越南投也有淹水 高雄也有淹水 当时大家有去计算 高雄从中央拿到的治水预算 高达80多亿 将近100亿 南投拿到多少 大概8亿 那时候大家说 这中间也是差太多了 就算高雄是直辖市 南投不是直辖市 大家知道南投越是山区的关系 一个80亿 一个8亿 这中间也相差太多 就是长期以来 确实中央在整个的 不管是前瞻也好 或治水预算 确实有严重的大小眼的状况 所以我看到网路上 有人也在问说 怎么用淹水淹那么多 那么高雄拿到将近百亿的 治水预算 而且这几年下来 他们也超过一百亿 因为自己高雄市政府 也相对投入了很多的 治水预算 那么大家就会问钱 花到哪里去了 好 来问旺哲 刚刚洪威姐提到预算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水利署已经投入高雄的 治水特别预算 已经到了189亿 这个已经非常多 如果加上前仗 可能210亿都有了 那问题是加上 大家看为什么这次会 特别关心高雄的情况 因为这次大雨 其实都在中南部地区 比较看起来比较猛烈 那必须要说 的确 强降雨的话 各个县市都没办法幸免 那为什么高雄这次会特别惨烈 我显然就是看起来 有点疏忽掉了 因为你刚刚看那个 很多民众在挡水那个画面 其实一般民众看得是很心疼 怎么会变成说民众要 涉陷在一个风险之中去挡水 那你们官员在做什么 甚至我们看很多的新闻画面 民进党的名代都不见了 大家有发现这一点 你看不管我们高雄的画面 怎么切 通通没看到民进党的名代 在现场 民进党的名代只活在脸书上面 他说我有去灾区什么之类 可是最重要的重灾区 各位观众 你有看到任何的民进党名代 在现场吗 几乎都没有 都是民众自发性的 要守护家园 然后去做 我设了隔板 铁板 或是我自己堆沙包的画面 但是各位观众 涨潮这件事情是今天才知道吗 没有 前几天月亮已经满月 就知道爱河应该是要 接近涨潮的情况 这次气象预报也提前告诉你 会有大雨情况 可是显然 我觉得我们民众都比较 或是政府都比较着重在 台风天有没有放假 这件事情上面 尤其政府 好像你放了一个台风架 好像这件事情就没了 这页就翻过去 但是重点是 灾后的一个情况 这才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 你看今天高雄市的淹水 它不是淹在郊区而已 淹在市区 包括美术馆 包括很多市区 像左营 都淹成这个样子 我退一万步讲 如果今天水退了 大家会担心一件事情 会不会有天坑出现 你很多地基 因为淹水的情况 水退的时候 那些地基跟着冲刷下来之后 会有天坑出现 这是过去大家非常 很多高雄市民很担心的一点 尤其现在高雄市 看起来雨还没停 风也是还蛮强 甚至比台北还要强 高雄市政府的官员 这是我们中央官员 现在有出来讲一句话 我刚刚看陈其白可能有说话 但是中央的官员看起来 好像都没有任何作为 就是你包括总统 包括行政院长 好像都没有特别去关心高雄 为什么 你们是在放声高雄 所以我说真的 也不要把各个县市的国民 当二等国民 今天哪里有问题 就应该全力去关心才对 不要说 以前台北市淹水的时候 看到绿营的这些车衣民带 狂打 可是你看高雄现在出事了 完全都安静 如果今天是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在当高雄市长 各位你想 结局会怎么样 这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了 好 来请教惠永哥 这个这两天 昨天跟今天 这样放台风架放了两天 这个造成这些县市长 特别是前天 比较晚宣布的县市长 昨天好几个都吓到 七早八早 下午就宣布了 不到五点就宣布了 为什么 被骂怕了 你都已经当到县市长的 会被骂怕 这样真的 你不如来当名嘴好了 我都不怕被骂 你怕被骂 然后就 我们改口是有所本什么的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架 那到底换来什么呢 你看在这个新竹 这还要罢免高峰安 风雨无阻 新竹停班停课 但是台派的这个板渡 因为餐廳都定好 还有百渡 这一定要办的 到底是防灾救灾比较重要 还是修理高峰安比较重要 有人性吗 其实没什么人性 政治就是这么的现实 我看到爱河这样 当然嘉义的灾情 这个画面上看起来 也很严重 刚刚两位前辈讲说 高雄这个其实是路 观众朋友 这个是道路 好不好 这是马路 现在变成都是河水这样子 这样子怎么办 很简单 就是刚刚望着讲的 依照民进党的标准 应该问韩国瑜在哪里 我们韩国瑜 韩国瑜已经下台了 陈其邁在哪里 就问陈其邁在哪里 就越骂越顺口 这个状况如果发生在 韩市长时代 状况是什么呢 所以各位我是很感慨 因为我去爬这个 陈其邁的脸书 最近这个是毕业季 你看陈其邁的 这个高雄的毕业典礼 陈其邁就摆拍 大家带猫的 带狗的 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之前韩国瑜在毕业典礼 是怎么被修理的呢 为什么爱说谎 六之大吉 大家都有什么 做好做满什么的 各种的模范声接地赛 对不对 我们要去呛韩国瑜 大家呛韩国瑜 很有创意 新闻媒体会报道 陈其邁 陈其邁就是这样拍 大家都很开心 上山下海陪你拍 韩国瑜就是被羞辱 观众朋友没有关系 我回来讲这个高雄的淹水 现在我想请问这些高雄的子弟 你们都是高雄人 不然你们不会拿到市长奖 不会当模范生 我就呼吁这些同学 对 我就是跟这些同学计较 我就是看这些同学不顺眼 那你们现在应该去问陈其邁说 韩国瑜那时候 现在怎么会淹水呢 这些同学 你们年纪轻轻就这么会政治表演 学长我也很佩服 现在高雄爱河淹水 应该这样 该你们出来讲话 你们才是高雄人 我不是啊 看到高雄艳成这样子 你满意吗 刚刚望着讲得很好啊 你就喜欢唱韩国瑜啊 韩国瑜都下台了 现在高雄这样 要找什么算是 陆平单量水沟通 那时候李四川做这些 韩国瑜穿青蛙装 跳到下水道 给你们促了 你们都爱表演 挖水沟 挖城局那时候的水沟 被你们骂 说你当市长只会挖水沟 好 现在淹水了 怪谁 不要这样 你之前你们做的民调 陈其脉都70几% 我看那我夭壽70几% 这么厉害呢 都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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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我没有要嘲笑高雄的意思 我只是问大家 是天灾还是人祸 我告诉大家 这些学生 还没长大就这样去呛韩国瑜 你们是人祸 你们是傀儡 现在雨下在高雄 高雄淹水了 我拜托你们 发挥你们当初呛韩国瑜的精神 去呛陈其脉 我在台北帮你们鼓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要忙回来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